女孩在拍照时发现诡异的一幕 明明现实中全亮的灯牌 却在相机里熄灭了一个字母 而翻译过来的意思恰巧是高空死亡 可还不等女孩反应过来就被男友一把拉走 并且要带她去做刺激的云霄飞车 于是女孩便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由于离发车还有半个小时 几人决定先去休息厅吃点东西 女孩则拿着相机给同学们拍照留恋 半个小时过去 几人也陆续进入后车室 近战口的恶魔眼睛让女孩心头一颤 当抬头看见松洞的管道时 更是不由地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但抱着侥幸的心里 温迪还是选择坐上飞车 尽管心里很是害怕 但温迪还是想用相机记录留恋 可却被工作人员挥手制止 原来乘坐飞车是禁止携带物品的 于是一旁的凯文健壮便将相机放入口袋里 前排的光头剑磁也偷偷将相机藏进衣服里 这时凯文突然碰到了座位上的口香糖 而这滑稽的一幕也让温迪慢慢放松下来 紧接着工作人员按下启动按议 飞车缓缓驶向外面 车上所有人都异常兴奋 唯独温迪显得惶恐不安 当飞车倒挂行驶时 光头拿出衣服里的相机准备拍照 结果却被前排的同学无意打落 并且刚好缠绕在铁轨上 随着飞车的高速行驶相机被一秒过 但这也导致飞车失去平衡 就连液压管也出现损坏 导致众人的安全带纷纷脱落 反应慢的则静止掉了下去 而剩余的人则拼命地呼喊救命 不一会 飞车的车轮开始脱落 而车身也随之被分解成落干端 在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中 一大半的人都惨死现场 好在飞车在经过倒挂时 慢慢停了下来 但很快就有人坚持不住纷纷掉落 最终只剩下温迪和凯文 为了不坐以待避 凯文示意让温迪一起往前推动车 虽然成功让飞车再次化行 但因为轨道的损坏导致 他静止掉了下去 好在这一切只是温迪的想象 可当他看见凯文手上的口香糖时 才发现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 可此时的飞车已经启动 好在温迪拼命地呼喊 才让赶来的经理停了下来 但这也使得后排的游客无法上车 其中的黑哥对此非常气愤 不停地辱骂温迪 一旁的凯文无法忍受便和他打了起来 而经理则将一行人通通赶了出去 眼看飞车就要启动 温迪拼命地呼喊男友和闺蜜下车 但却没有人听他的 就当温迪来到外面时 天空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飞车果然出现故障断裂 自这之后 男友的死让温迪陷入痛苦之中 凯文则急匆匆地找到他 称类似的事情在几年前也发生过 但幸存下来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死去 然而此时的温迪却根本没有心思大理他 可当他回家查看照片时 却突然发现男友背后的过山车 犹如一把剑刃直插他的脑袋 意识到不对劲的温迪决定带着照片去找他